故事从九又四分之三月台开始 在九又四分之三月台结束 正如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 你永远无法知道下一秒会得到什么一样 当那个大难不死的男孩哈里波特 与傲娇的赫米 初次在霍格沃茨列车上相遇时 谁又会想到 赫米会在最后选择了那个 在故事的开头第一部魔法石里 就鼓起勇气成为骑士的罗恩呢 毫无疑问的是 在所有的系列丛书系列电影里 哈里波特的影响力都是毋庸置疑的 作为全球几乎最吸睛的影视IP 哈里波特不仅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 也为无数麻瓜们留下了一段美妙的魔法旅程 触摸品质 发现未来 请立即观看十万个品牌故事之 欢迎来到霍格沃茨魔法学校 神奇动物在哪里 原本是哈里波特中 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一本教科书 当JK罗林担任编剧 带着它作为系列电影重归音频时 无数哈里波特粉丝为之欢呼雀跃 如果说第一部电影 只是草草地提到了霍格沃茨和邓布利多 那么这段时间上映的第二部 《格林德沃之罪》 则被称为完全是为哈里波特粉丝而做的一部电影 曾有人说 世界上只有两种人 一种看过哈里波特 另一种是没看过的 看过哈里波特的人 对于他的作者JK罗林肯定不陌生 凭借着这部传奇作品 他的身价一度比肩英国女王 然而在讲述哈里波特作者罗林的故事之前 我们必须先聊到另外一部电影 它就是于1985年上映的《少年福尔摩斯》 那么 这部电影的人物和剧情设定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 故事发生在英式寄宿学校里 主角是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男孩之一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常常遇到校园里一个金发恶霸的捉弄 这三个主角经常与一个不再编制的老师混在一起 直到有一天 校园里发生了神秘的魔法杀人事件 主角的恩师也没能幸免于难 为了击败这个潜伏在校园里 表面温文尔雅的魔头 三人查阅各种书籍 最终揭穿了阴谋 战胜了大反派 作为一部 由斯皮尔伯格担任制片人 拿了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提名的电影 在上映时 并未收获太大反响 直到十几年后 哈里波特改变电影《火遍世界》 网上关于两者的讨论 日渐频繁 更巧的是 《少年福尔摩斯》的编剧 就是哈里波特魔法时 于密室的导演 而2000年 哈里波特在挑选演员 视镜时所用的剧本 也正是《少年福尔摩斯》 对此 哈里波特的作者罗琳 并没有做出过正面回应 不过不得不承认的是 哈里波特之所以能够 俘获大批观众的芳心 除了人物和剧情设定 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罗琳 对于魔法世界细节的 天马行空的想象 在爱丁堡 有一家大象咖啡馆 这里就是哈里波特小说 诞生的地方 有媒体曾报道 穷困潦倒的罗琳 曾在这里用一杯咖啡度日 尽管罗琳否认了这种说法 但是作为一个单身母亲 领取政府救济 维持生活 的确是事实 1965年 罗琳出生在英国的 一个普通家庭 她从小热爱写作 给同伴讲故事 长大后考进了英国 埃克塞特大学 主修法语和古典文学 之后 母亲去世 与父亲不和的罗琳 远走葡萄牙 在这里 她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任丈夫 新闻工作者乔治 可惜的是 罗琳并没有收获自己的幸福 她在与乔治离婚后 带着女儿回到了英国 那个连暖气都没有的小公寓里 可谓一贫如洗 1994年 罗琳开始一边领取政府补助金 一边写哈里波特 在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 收留了她的第一份手稿之前 她一共遭到了连续12家出版社的退稿 1997年6月 小说哈里波特语魔法师的英国原版 由布鲁姆斯伯里正式出版 随后的几个月 这本书大受好评 1997年 第一部在英国出版后 短短15个月之内销售15万册 登上英国《卫报》《泰晤士报》等 多家图书的畅销书排行榜 并很快获得了 斯马尔蒂斯奖 英国图书奖 年度儿童图书等几大奖项 1998年 美国学者出版社 以10万零5000美元的高价 拍得哈里波特语魔法师 在美国的发行权 对于从1998年 才终于是来运转的罗琳来说 这一切简直像中了六合彩 她表示自己激动的 差点昏过去 拿到第一桶金后 罗琳更加奋笔疾书 几乎以一年一本的速度 出版着她的哈里波特系列 据哈里波特官方网站不完全统计 截止2002年 前四部小说在英国和美国 共销售了1.75多一册 同时 哈里波特被译为60多种语言 在全世界卖到了3亿多册 在中国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于2000年8月 推出了前三部的中译本 首映60万册 社长聂展宁 在采访中透露 仅一年半的时间中 哈里波特的销量 就创下建国以来 单本图书出版的奇迹 2009年 罗琳以10亿美元的身价 登上福布斯富人排行榜 力压身价6.6亿美元的英国女王 而罗琳的这10亿美元收入 基本都来自图书 因为她很早就把 哈里波特的电影版权 卖给了华纳 据悉 当初华纳仅用100万美元 就买来了哈里波特的电影版权 而这一举措也被认定是 华纳最为明智的几个决定之一 在与迪士尼的博弈中 它甚至直接影响了 未来几十年 媒体娱乐业的格局 不过 有人说当初 罗琳之作已接受这份报价 也是因为她坚持电影 由英方制作 并使用英国演员 在哈里波特第一部电影 魔法石拍摄时 可口可乐一次性赞助 1.5亿美元 如此恐怖的吸睛能力 从诞生之初 就几乎胜过了任何系列电影 2005年时 美国福布斯杂志就表示 哈里波特已成为了一个世界品牌 其品牌价值超过10亿美元 在《哈里波特死亡》盛气下 取得13.11亿美元的票房后 哈里波特系列 仅电影票房收益 就高达78亿美元 而电影周边带来的巨大收益 更是让哈里波特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 带有魔法的印钞机 故事中的《国王十字车站》 是哈里波特一切故事的起点 而这里也是罗琳的父母相遇的地方 他出生在一个并不幸福的家庭 但是却在哈里波特的冒险中 为我们展现了一个 光明必将战胜黑暗的 属于成人世界的童话故事 当麦格教授召唤出 魔法学校的远古守卫 当背负一切的孙内普教授 终于将实情拖出 当龙巴顿抽出格兰芬多之剑 当哈里在打败弗地魔后 把老魔杖折断 无数层在被窝里看小说的观众 一定会对电影系列的完结感到不舍 他不仅仅是一部简单的儿童文学 他也不仅仅是一个吸睛能力 堪称影史第一的电影IP 就像JK罗琳 曾为了女儿放弃自杀的念头一样 哈里波特让我们明白 爱与勇气 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劳不可破的魔咒 他的创始人曾在电器行业 与爱迪生分庭抗争 也对天才发明家特斯拉有知欲之恩 作为美国最为著名的电工设备制造企业 他的出现可以说让美国正式跨入了电器时代 他是谁 欲知详情敬请关注下期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